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所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 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買賣我會員的股票 我不推介 好 今天台股漲得有一點虛 那我們先看 這是國際盤 好 道琼跌228點 NASDA跌220點 會成跌46點 S&P500跌45 好 小型NASDA跌241點 只有生計指數是漲的 這個是國際盤 來 我們來看它 我喜歡拿所謂的多空線給各位看 很簡單 股票市場多就是多 空就是空 好 空會反彈 反彈站不住它會再下來 它會再反彈站不住會再下來 好 就生計股來講 它的底部已經打出來了 而且站在這裡已經一個月了 所以它叫多頭 好 這叫小型電子100 各位 壓在下面 反彈不夠再下來 反彈不夠再下來 目前還不確定這裡是不是底 所以我說這個盤有餘力 S&P500一樣 跟NASDA一小型100很類似 好 會成半導體比較強一點 它還維持在多空線之上 好 這是NASDA你看就知道了 又下來了 又下來了 它在這裡站上去五天 結果又下來了 有一個好處就是希望它在這裡打底 打底或擴底 擴底就是要一段時間 好 這是稻窮 稻窮相對比較強 但是仍然還沒有確立 因為你要變成多頭 最少最少要像生計指數一樣 好 那台股 我說今天的漲有一點虛 不是很踏實的漲 我們來看 以今天的成交量來 今天的成交量1848億 沒有大漲的理由 未來沒有辦法漲 因為量不夠 好 還有最重要是 今天的台幣是貶值 看到 今天台幣29.933 它是創了今年以來收盤價的第二高 它在這裡29.960 今天最高29.945 所以它在這裡橫板整理 其實整理了一段時間 壓下來回測 我們叫做多頭的股票 我用貶值代表多頭 假設貶值是多頭的話 它上去 壓下來都是好的買點 什麼好的買點 就是台幣換美金 叫好的買點 好 上來 那會不會30塊 這裡是一個 我說它是一個心理關卡 但是政府可能 可能 因為一般的台灣的金融機構 大概今年的平均匯率 大概在29.5到27之間 所以我認為政府可能會非常的密切注意 可能 因為在講的就是變操縱匯率了 可能會密切注意 但是有時候形勢比人搶 為什麼 各位開始去想 我說 下個月理論上FED要升息 應該也是3嘛 好 那收錶收回來的資金 也就是前往美國留的資金有多少 你要去思考這個邏輯 一估大概三兆 三兆 那不是台灣 台灣當然不是說從台灣流出去三兆 而是從世界流進美國的錢 大概有三兆 你說 美國的匯率升息嘛 那美元升值嘛 錢往美金跑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台灣的錢 我們叫活水 我認為 我一直 為什麼在今年年初 我就提醒各位 今年會很難操作 因為 對不對 沒錢啊 股票要漲 我說股票要漲 就是籌碼 籌碼代表錢 你籌碼丟很多人出來 就代表你錢收走嘛 你籌碼不丟出來 就代表你錢在 你錢 等於你籌碼沒有丟出來 你就沒有收錢嘛 你把籌碼丟出來 就是你把錢收回去啊 你就是收錢嘛 你用股票去換現金回來嘛 所以你把籌碼丟出來嘛 那你如果籌碼沒有賣 都在手上沒有賣 那股票當然會漲啊 那叫活水嘛 所以下半年 現在已經7月 這個禮拜就結束了啊 今年剩下5個月啊 我告訴你不要去摸底 真的 我一直提醒你 看不賣著啦 不做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除非你 有些人真的沒有辦法 輸很多了 他想還本 那你找還本 你要找 量很少 只要稍微有題材 他就衝上去的 這只有生意股嘛 那只有生意股嘛 好 我們再看一遍 這不叫生意股嘛 這所有連美國的 所有的指數裡面 也唯獨生意股 目前是叫多頭 同樣的圖 道瓊 NASDAQ 會神半導體 S&P500 小型100 好 這是生意股啊 是不是 這打了兩個底 這個基礎指標來講 這是兩個底 兩個很紮實的W底 打出來了 對不對 那它是目前 當然它是在消化這裡的 消化這裡的 我們叫套牢壓力 只要把這些 套牢壓力消化完了 又上去了 就上去了 而且通常啊 下半年 通常啊 尤其業到年尾 年底都是生意股的天下 那以台灣來講 台灣 資金少的時候 河水少的時候 只有 我們叫逆勢股會漲 所以為什麼我講呢 為什麼 我說這個 人家很聰明 鑽石生計的董事長 好 這是他開法 說會說 他不是要求穩健厚利 而是要追求爆發性的厚利 他為什麼 為什麼要在7月25號掛牌 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要在7月25號掛牌 為什麼 剛好我說這個業是生計業 明天生計漲嘛 那我認為啦 政府不是要護盤嗎 對不對 當然國安金額要護盤 知道有講到護盤嗎 那我請問你 你用最簡單的邏輯 護什麼樣的股票 我們叫做 錢要用在刀口上 你要有四半功倍的效果嘛 對不對 你去護那種 外資在賣的股票 你護了外資丟給你 再護了外資丟給你 對整個大盤沒意義嘛 所以政府應該講說 我相信這些控盤者很聰明 他要拉隨便拉一檔股票啊 譬如說來我們看這檔 這檔646你看收盤又在創新高了 這叫指標股 為什麼 我說政府有八個person 要不要 要不要是比較 要不要蠻可惜的就是 可以買的時候便宜可以買的時候 它叫它是前額交割 那沒有人敢買啊 上去以後大家都有了 那就祝福吧 就這樣子 它還是會漲啊 它目前是生育股王 那除了要花藥以外還有什麼 所以為什麼 來再看一遍 為什麼鑽石生技7月24號掛牌 結果我說當天 掛牌35塊 最高300 開盤42長到300 單單從42到300就長了7.14倍 從42到300長了7.14倍 這史上 我說人生有的時候 讓你碰到一次也會覺得 已有榮焉啊 對不對 我說我這輩子 應該20年跑不掉 如果從營業員開始 大概就將近30年 大概就將近30年了 從營業員開始算 當刀刀分析師 我告訴你 我經過很多那種 什麼921地制人 911 恐怖攻擊 歐債 然後那邊 叮叮叮叮的很多啊 好的也碰過 差的也碰過 從來沒有看過一天 一檔股票 一天單日可以漲7倍 這搞不好 我說搞不好 這前無來者嘛 後 前 應該說後面以前都沒有人發生嘛 未來會不會有 不知道 不知道啦 未來會不會有 很難 一檔股票一天可以漲7倍 你去想 不過我 7月20日當天我提醒你 你們不要去買你 為什麼 因為他一天全部反應出來 他累積了10年 他壓了10年來 我說他 他壓了10年 壓了10年 一天就爆發出來 全部反應完畢 因為他賺4.5塊錢嘛 他賺4.5塊錢 他賺4.5塊錢 4.5塊錢 你說300塊 300塊 4.5塊錢 你會覺得本利比太高 那你開始去想 譬如說今天 今天收盤173 你看300到173 很誇張對不對 173 你如果7月20日 你去追300的 你假設沒賣 300剩173 所以有些股票不要亂玩 我說投資人 你為什麼賠錢 譬如說以鑽石生計來講 7月25號以前 我相信很多人 根本不講生計股 對生計股 棄之如必息 動作笨捨 連看都不會去想看 連講都不會想講 有些投資人 都根本不講生計股的 可是看到當天漲的700 全部圍過來了 錯了讓人都來了 那你開始去想 我說為什麼有錢 我會想有錢 因為有錢人他一定想得很 他一定布局很長的時間 對不對 因為智子生計他剛掛新貴 理念上就散戶沒有 所以你就看他 就這樣 你這樣看他就漲七倍 散戶沒半張 因為他以前沒掛牌 以前在衛生市 衛生市不能買賣 掛新貴就掛牌了 掛牌以後 你想買就只有那一天買 那天你如果除非你 我說除非來 除非你9點5分以前買來 來9點5分 都100塊以內 有五分鐘時間讓你買 100塊以內 其實我都有事先告訴各位 9點5分以前 100塊以內 你沒辦法當天賣 那隔天還有最高290 那今天更低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做生計股 你要開始想 你錢整備好了沒有 然後你要鎖定標的 什麼樣的股票會有故事 而且會慢慢慢慢再告訴你 這個生計也不是第一天來 他又不是第一天就 莫名其妙就掛牌 他開法收會 法收會我有講過給各位聽 來 他在上個禮拜四 7月18號開法收會 參考價35塊 就是掛牌價 股本51 美股賺4塊半 而且 我也講給你聽 他說 最重要的是展望今年 鎖子生計旗下的三大題材 最主要關注的是 第一個合一的糖尿病的傷口藥 第二個就是糖抗體跟永生 永生沒有掛牌 糖抗體就是糖分子 糖碳針 就是我常常在講的 他只有因為這兩個股票的題材 所以造就他漲到300塊 我說4塊半 EPS4塊半憑什麼漲到300 4塊半以今天來講173 還可以接收了 為什麼 40倍本利比 對 40倍本利比 40倍 可是漲到300是66倍本利比 你要去想 鑽石生計 鑽石生計現在的170 應該講說 因為來我們看這裡 來這一天的金價150塊 金價 金價 金價150 其實鑽石生計 我認為150塊錢上下比較合理 300就不合理 可是我看還是個漲到300 那你要去想說 從150到300是什麼股票加持它 因為鑽石生計叫控股公司 鑽石生計又沒有賣藥 又不做 又沒有拿錢力金 沒有啊 他是控股 他控了很多股票 那他賺4塊半合理控股公司 其實控股公司4塊半 我告訴你 150都嫌貴 如果以鑽石生計來講 我說未來搞不好 你都會看到100以下 所以為什麼我再講一遍 我說為什麼我寫一個 我特別在這裡把它download下來 7月25號9點5分以前 你買的都不會超過100 那最高來到300 你要想說那個叫我 我為什麼我抽了4個人格子 我會教你說 你在什麼樣打個地方買 是安全的 像這種控股公司 我認為未來搞不好 會再看到100塊以下 那假設你在25號買100塊以下的 你當然要獲利啊 就算你沒有獲利 有人買一張要跟他賭賭看的 他如果再得到100以下 你還好吧 對不對 你也沒賠 亂買的人 我為什麼當天7月20號 我就講他已經爆發性 已經全部反應本地比了 千萬不要跑去買 早點跑去買 今天馬上被電到 對不對 所以這種股票不要亂買 有時候想一想 很多人投資之後 你身上可能有一兩千萬 好了 沒有一兩千 沒有五百一千吧 可是你來參加我的會員 我會給你很正確的 操作股票的方式 什麼可以買 什麼不可以買 哪種交易可以買 哪種交易不能買 我不要說我們而已 但是你要輸都很難 可是你不願意參加我的會員 你用自己的想法 看到搶了 尤其就是投稿老師 追漲停的那些投稿老師 好 我問你 這天7月25號 有多少人講鑽石生計 沒有講鑽石生計 好像就不是問題師的 可是我請問你 昨天跟今天 又有些繼續講鑽石生計 只有我 為什麼 因為生計是我的專門 我的專業 那我一定要告訴你 來農去賣 好 那請問 再看一邊 好 從150 他當年金家到300 這段時間 這段空間 是什麼樣加持他的 他就在這裡 他講得很清楚 這市場給他的 來 市場最主要投資標的 他加上市場 對他的投資標的 合一還有糖抗體 看好即將進入縮成期 這裡寫一個什麼 最主要投資的標的 合一跟這檔股票 被外界看好 將進入爆發期 這是今年嘛 而且他在掛牌前 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掛牌前 還沒起來就 展望今年 鑽石生計旗下公司 三大題材 合一生計 還有糖抗體跟永生 那永生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永生就這裡嘛 永生做幾代寫嘛 那永生就是糖抗體 糖抗體跟永生攜手的議題 幾代 所以他是同一檔 叫同一檔嘛 所以三大題材其實叫兩大題材 就合一跟糖抗體跟永生嘛 所以從150漲到300這一段是這兩檔股票給投資人一起的想法嘛 OK 那 他只是告訴你 糖抗體跟合一這兩檔股票有辦法讓這家公司 你注意看喔 50億股本 150塊等多少 750億的空間 也就是這兩檔股票有750億以上的價值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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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喔 而且他擁有 他擁有沒有很多趴 來你看喔 這這裡沒寫 好 鑽石生計 鑽石生計擁有 擁有合一 不到10個person 他擁有這檔股票 大概17個person 那你想 他擁有合一 不到10個person 擁有糖抗體有17個person 算好 把它加一加算30個person 也不光擁有這檔股票30個person 市場就給他想像空間 從150到300的這段空間 有750億市值 是合一跟糖抗體 可是750億 750億是只佔30個person 這兩個加起來30個person而已 一個是10個person 一個算20個person 這樣比較好算 那你要把它欺負你再刪 也就是250億是 從合一身上爆發出來的價值 500億是從這檔股票 來從這檔股票 應該講加上去的價值 然後你再去算 我會覺得哇那更精彩 因為來 合一的股本又是這檔股票的 應該講說 一倍以上 糖抗體的股本 股本也不過是合一的47個person而已 不到50個person 也就是他的資本 股本是合一的一半以下 所以一個250一個500 我就再把它乘一個 所以我說有時候想一想 這檔股票超過1000億 我為什麼以前常常在講 這檔股票超過1000億的市值 也就是他的想像空間 就是這樣來的 這市場就已經告訴你了 不知道各位聽不懂 150塊的鑽石生計金價 這算合理還是有一點多 我認為合理但是還是有點多 可是150到300這多空間 就是想像出來的 那想像出來的不是鑽石生計 它可以從150到300 而是它有 它有合一跟糖抗體 這兩檔股票要即將進入爆發期 好 那合一的股本又是糖抗體的兩倍 超過兩倍 所以你就把它除以3 那50億的150塊錢就750億 750億除以3 就合一貢獻它250億 糖抗體貢獻它500億 不然它總共到300 所以有時候各位 你去算股票去想股票 你就把它想眼一點 你半天都會笑 這個就是我們有一種精算師 你要去算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有些人老師今天沒有漲 他今天為什麼要漲 今天沒有漲 他為什麼要漲 我說我昨天講 壓著嘛 來我們看今天 你看168塊半有33張 壓在上面 對不對 一直在壓 一直把它壓下來 今天開盤就169.5 就上面都壓很多張 你去想嘛 我講邏輯很簡單嘛 我有200張 假設我要買1000張 我現在什麼樣有200張 我還要再買800張 我會800張一直買嗎 不會 我200張就掛著 反正散戶會怕嘛 散戶看到200張要賣 下面就丟嘛 我就下面撿 撿一撿你以後 散戶還在賣 我再往下掛 我一直把你壓 有一天我800張收到了 因為不是只有800張 有很多人在收股票啊 那收到有一天他繼續壓 但是那個壓 有一天會被 會被人家買走 你往下壓 你在往下壓 像每天掛個三五十張 一直往下 下面的成交的 他就再往下掛一擋 再往下掛一擋 一直壓一壓一壓 但是有一天 壓的 會被莫名其妙 有人想可以的 全部把你收走 收走的股票就飆了 所以股票市場 真的英雄比氣場 好啦 假設你有這段股票 打算我來參加會員 等一下再說 馬上回來 我是曾忠祐 非凡商業台 全球公關店 提供您理財新事業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我們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 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製作者確討 開啡記 允許 估計電視台 uarne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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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洋財經電視台 財經店 讓我們正在 公司 財經第一台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我为什么说他是鸭子在买 我们来看 5月27号钻石生计 5月27号钻石生计还没挂牌 所以他要申报转账1473张 好一个月了 7月1号他公告 他只不过是卖了204张 有1269张 没有卖 好那5月27号股价在这里 5月27号191194 我们用194好的最高 194在这里 好那结果5月27号到6月份结束 6月份在这里 好结束以后我们来看 6月份内部人增加了3110张 6月份增加3110张 好那总共 因为6月的均价是179.21 所以这3110张是用了5亿5千万去买 好他把他压在这里 压着让内部人买 然后也不止哦 你看到的内部人 好你看到的内部人但是6月23号应该开股东会 所以这段时间6月份总共这四个增加 都是多增加的 以前没有这四位 好这四位增加了7845张 好我一样用金价179就他们的成本 179.27算这四个人总共用了14亿551万整数 用14亿14亿去买 好就以单单你内部人就用了5亿5千万 那我请问你 我说是不是压着买 你看到这里在这里 就从这里 这段时间 他股东 应该讲 钻石生计的逻辑 这样标上去的逻辑 会不会复制在这档国家身上 当然不可能一天标7倍 但是我认为 一天乘1.5乘1.5乘1.5乘3次的 那个激励很大 再看一遍 在251块半以前 请问他有基本面吗 有售钱吗 没有啊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性售钱 这才是你要知道的 有股票打电话参加会 明鸿一个声 再会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线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